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漫足诸妙院 彼尘如市场 这首记字里头很深 一里深光无际 绝了一切法 绝是真物 大吃大物 了是了之 一切法 总该万有之一切诸法 变法界虚空界 过去现在未来 没有一样清晰 这一切法 大制度论语 一切法略有三种 第二个是有为法 有为法是有生有灭 叫有为法 相终入门 从八发明门开始 这法相终 这大臣 八发明门 就像一般 就像一般 我们世界的三自尖一样 小朋友上学 首先去念它 八发 八发 八发从哪里来的 就是一切法 弥勿 这是佛门的 唯师专家 专攻 他造了一部大论 余切斯底论 将一切法归纳为六百六十法 天清菩萨 觉得六百六十法太多了 不便于粗续 把六百六十法再归纳成为一百法 所以八发展开 就是六百六十法 六百六十法展开 就是一切法 八发里面 这一百一百种啊 前面九十四种 都叫做有为法 有生有灭 后面六种呢 叫无为法 无为法六种 前面的五种 是相似无为 不是真的 但是它不是有为 虽不得列在无为 真正无为法 只有一个 最后一条 真如无为 真如就是自信 真如就是成绩光 那是真的无为法 啊 这第二个叫无为 第三者呢 不可说法 这个不可说法 是祝福如来所正的 大菩萨也有正的 但是正的模糊 但是正的模糊 不清楚 它是入这个境界了 不是挺清楚 随着无为法 随着无名稀气 淡化了 它就越来越清楚 那你想 那你想 施主菩萨 出真的 施行菩萨 比施主就更清楚 是灰相 比施行 又清楚 施地菩萨 比三贤就清楚 到等觉 几乎是完全清楚了 静静 妙觉味是圆满的清楚了 真正回归自信了 所以在他的境界里面 是暴徒都不见了 最后这纯真 就是成绩光